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家有些的机会就是人家买便宜的东西 也有机会因为马来西亚我们能够出产很多特别的东西 那么我们要再打全世界的市场 本地的市场 我们要改变 要做很多R&D 现在我们能够 以前很贵 你做一个project 人家有更好的idea又拿走 因为很多都在争 现在没有人争 也有很多机会了 所以我们也是要小心 因为现在经济风暴 钱很难找 银行也很难借钱 可是也有更多机会 你做什么 没有能够你竞争的 所以你对于员工赔信方面 你认为是可行吗 这个时候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赔信你的员工给他们training 因为将来经济好的时候 办员工就能够帮你赚大钱 这个training不可以等经济风暴 没有风暴 你一直要做的 你不可以说 不管有没有经济风暴 这个你一定要做 你不可以说赚大钱才做 没有赚钱就不要做 还是没有赚钱你才做 不可以 这个你一定要是做下去的 这个是永久的 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员工会比较得空 因为经济萧条的时候 所以给他们培训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多 这个不是公司做 这是政府要做 政府要开他的大学 做晚上的班 也没有工作的人 你来学进步英文也好 学computer也好 还是你要读学是说是免费给人民进步 这个是政府的 因为私人公司我们生意少了 赚钱少了 不过你们好像有给那个能力资源部一个经济 我知道我们contribute的那个label的human resource 我们的社会值得瞧 我们 那个